这来看到日本宣布要把福岛核废水排放入海 引发中国不满 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水产 除此之外 昨天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在官网上就发文 呼吁在中日本人 如果非必要 不要大声的用日语来交谈 而这篇警告内容呢 只有在日文版的官网上可以看得到 在中文版是没有的 文章当中华是呼吁中国日本人 不排除发生任何意外情况的可能性 外出时也务必谨言慎行 如果要到大使馆来进行参观 也要密切留意周边情况